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计算机系统结构 是由这个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理学干主编的这样一个教材 因为我们这个课时数呢 只有这个32个课时 相对来讲呢不多啊 相对来讲不多 因此呢 我们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呢 要重点的去学习这个内容的话呢 我们说呢就必须 我们就选择了一个教材内容呢 相对呢 比较少啊 比较少一些 但是又介绍的 比较全面的这样一门教材 那么这门课程里呢 在这个计算机系统 以计算机系统结构 这门课程里呢 我们重点给大家呢 研究的内容呢 有三个方面啊 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从外部来研究计算机系统 从外部来研究计算机系统 那么再一个方面呢 就是去研究 从使用者的这个角度来讲啊 所看到的物理的计算机的这个抽象啊 物理计算机的抽象 那么还有一个呢 比较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要从这个软硬件啊 软硬件的这个功能分配这个角度来讲呢 去研究计算机系统结构 那么换一句话来讲呢 就是我们希望呢 能够通过学习计算机系统结构 这门课程呢 把我们设计计算机系统 所需要的软硬功能的一个划分 那么学习好 那么这个软硬功能的划分呢 实际上就是对我们设计计算机系统结构的时候呢 所涉及到的一个软硬分界面的一个确定 软硬分界面的一个确定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学习计算机系统结构来讲呢 我们说我们重点研究的三个方面啊 三个研究内容 就是一个是从外部来研究计算机系统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从使用者的角度 所观察到的计算机的或者说物理计算机的一个抽象啊 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软硬件的功能分配 以及这个软硬分界面的确定啊 软硬分界面的确定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这门课程中呢 重点研究的三个内容啊 重点研究的三个内容 这门计算机系统结构啊 计算机系统与计算机系统结构 这门课程呢 我们学习它的主要目的啊 学习它的主要目的呢 有三个啊 有三个 那么一个呢 就是要建立计算机系统的完整概念啊 建立计算机系统的完整概念 要学习计算机系统的分析方法啊 和设计方法 就是要学习计算机系统的分析方法和这个设计方法 那么掌握新型的计算机系统的基本结构 及其他的工作原理啊 这是我们学习这样一门课程的主要目的啊 主要目的 这门课程呢 和其他的许多计算机的课程呢 或者说和其他的许多学科呢 都有交叉 那么它涉及到的 跟其他学科的交叉呢 我们说呢 主要包括计算机的组成原理 计算机的这个操作系统 汇编语言啊 汇编语言 数据结构啊 汇编语言数据结构 维基原理 高级语言等啊 主要有这样的一些交叉学科 那么这个涉及到的交叉学科呢 也就说 在我们学习计算机系统 与计算机系统结构的时候呢 前面我们涉及到的其他学科的交叉呢 应当是我们这门系统结构的前导课程啊 就是我们应当学习了前面这些课程以后呢 再来学习计算机的系统结构啊 计算机的系统结构 因此呢 我们在学习系统结构这门课程中呢 我们会看到 我们用到了很多组成原理 过去学到的基本知识啊 也用到了这个操作系统中啊 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思想 还有汇编语言的思想 数据结构中 一些常用算法的思想啊 还有我们在过去的维基原理 在高级语言中所学习到的一些基本思想和设计方法 那么在我们这门课程中呢 我们都会 都会和他们有所交叉啊 所以说这是一门需要多门计算机 其他学科作为前导课程的这样一门课程啊 计算机的系统结构 那么这门课程里面呢 我们说呢 它理论性比较强 所以我们在书后面的每一章呢 都有一些大量的习题啊 都有大量的习题 那么这些大量的习题呢啊 这些大量的习题呢 是为了大家巩固对课堂中 所学知识的一个理解啊 理解来设置的 所以呢 课后啊 在我们每一章里面呢 我们会给大家布置一些习题啊 每一章课后呢 都会有一些习题 那么这些习题呢 我们希望大家呢 应当把它呢 就是啊 把这个课后的这些习题呢 把它做完啊 课后的一些习题呢 根据老师的布置呢 我们要把它认真的完成 那么以后呢 我们给大家布置的习题呢 我们也会跟根据那个就是我们安排的时间进程呢 花一点时间呢 给大家做一些习题的评讲啊 习题的评讲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课程中呢 所安排的啊 这样的一些内容就是一个是我们要把我们这个书中的啊 主要章节的内容呢 给大家介绍完 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会主要介绍呢 前面这个书教材的前面七章的主要内容啊 前面七章的主要内容 那么有一些课后的练习呢 我们会布置给大家啊 也希望大家呢 下去以后呢 这个认真的去复习和那个把这个作业呢完成啊 那么我们会在这个根据时间进程的安排呢 会给大家做一些习题的啊 习题的一些讲解 来加强大家对课程的学习和理解 那么下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第一章啊 就是概述关于计算机系统和系统结构 那么这一章里呢 我们会重点的介绍一些计算机系统结构 它的基本的概念定义和我们 计算机系统结构 它的研究方向 以及它的研究内容 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 那么首先我们想谈到的就是 关于计算机系统的组成 这可能是一个 对大家来讲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这样一个问题啊 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 而且对每一个接住我们计算机 就是计算机学科的每一位同学来讲呢 可能你在第一次学习计算机的有关基础课程的时候 这个思想呢就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 那么它是由软件和硬件两个大的部分来构成的啊 两个大的部分来构成 那么计算机系统的组成和计算机的组成了 这一点呢请大家把它们的区别呢 搞清楚啊 那么我们这里讲了硬件和软件 实际上硬件呢就指的是计算机啊 计算机本身 那么硬件呢 我们从系统结构的角度出发呢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多种资源的这样一个聚合体啊 多种资源的聚合体啊 我们谈到的计算机硬件 由计算机本身来讲呢 它应当包括五个大的部分啊 包括五个大的部分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输入输出 运算器 控制器啊 存储器 那么这五大部分呢 就是我们谈到的计算机的基本组成啊 这个组成的也就是我们过去根据 逢模一慢的体系结构呢 来定义的计算机的五大部分 这五大部分呢 我们现在呢 把它看作是啊 多种资源的一个聚合体 那这多种资源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看 有处理信息的资源 就是CPU啊 CPU我们把它叫做处理信息的资源啊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存储信息的资源 那么就是我们大家谈到的存储器啊 还有一个呢 就是交换信息的资源 就是输出设备啊 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 所以呢 这里的硬件呢 就是我们经常谈到的 计算机的五大部分啊 五个大的部分 CPU呢 就是运算器加控制器 存储器 Io设备呢 包括输入和输出 两个大的部分啊 所以一共有五个大的部分啊 五大部分来构成了计算机的硬件 还有这个软件啊 所谓的软件呢 我们说它就是程序啊 软件就是程序 那么这个程序呢 包括两个啊 大的分支吧 一个是它的系统软件啊 一个是它的应用软件 所谓系统软件呢 是各个用户共同使用的啊 这样的一些资源 或者叫程序吧 比如说这个啊 操作系统啊 编译了 解释程序了 汇编程序了 针断程序等等啊 这些呢 我们说就属于叫做系统软件 那么在系统软件之上啊 建立在系统软件之上的 就是这个应用软件啊 这个应用软件的 一定要以这个系统软件为基础来发展的 那么这个应用软件呢 它主要是为了解决用户问题啊 来编写的一些程序啊 编写的一些程序 那么这一块呢 就是我们软件这里讲的两个大的部分啊 两个大的部分 那么计算机系统啊 刚才我们谈到 它有两个大的部分 就是硬件跟软件来组成啊 硬件和软件来组成 那么这两大部分呢 我们现在呢 把它用一个层次结构啊 把它描述出来 就是通过一个多级的层次结构 来描述这个计算机系统的 这样的一个组成 那么我们在描述这个多级层次结构的时候呢 我们按照这个逐级或者越级向下来实现 这样一个多级的层次结构 在这个多级层次结构里呢 我们请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东西啊 在这个层次结构里面呢 我们看到计算机系统呢 是由两个大的部分来构成 就是软件加硬件或者是硬件加软件吧 那么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 这中间呢 那这有一个叫做 这个 硬件的交界面的上面呢 就是计算机系统的软件 下面呢 是计算机系统的硬件啊 下面是计算机系统的硬件啊 那么上面这一块呢 我们说计算机的软件呢 刚才我们谈到 它包括这个系统软件和这个应用软件啊 那么从这个结构 大家可以看到 最上面一层呢 是这个应用软件啊 这一块呢 然后这个应用软件呢 主要是一些这个用户啊 用户来执行的一些应用程序包啊 的翻译啊 是这样的 这是我们这个应用软件 就是它面对的用户呢 主要是 就是它的面对的主要是用户啊 基本用户 就是我们程序的用户了 那么再往下呢 是一个叫做系统软件 那么这一块呢 它是用这个高级语言 汇编语言和操作系统啊 这样的一些东西来构成的 这个系统软件 那么这上面的这个软件件 交界面之上呢 因为它是啊 对我们计算机系统结构来讲 它是一些我们谈到的软件 所以呢 它不是一个我们能够像硬件一样看到的一个物理的实体啊 所以我们把这块呢 叫做虚拟机啊 我们把这块叫虚拟机 就整个这个软音交界面之上呢 它是一个啊 非物理的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叫虚拟机 那么这块呢 我们看最上面是它的应用语言级啊 就是我们面向用户的啊 这样的一些应用软件啊 所以它是一个应用语言级啊 就是用一些一些应用程序啊 一些实际的应用程序 那么再往下呢 就是高级语言 汇编语言和操作系统级啊 这里的三级 那么他们分别对应的是 就他们分别面向的是程序员 汇编语言程序员和计算机操作系统的操作员啊 这四个级别啊 就这样一个啊 对象 那么往下呢 是我们计算机系统的物理实体啊 计算机系统的物理实体 那它包括这个硬件和固件啊 上面是硬件 下面是固件 硬件呢 就是由这个为指令程序来解释的 那么主要面对的是机器语言的程序员啊 最下面的固件呢 是面向的是逻辑设计员啊 逻辑设计员 那么我们在这个层次结构里呢 请大家呢 把这个层次结构呢 一定要有一个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就是说这个系统结构呢 自上而下呢 先软件 下面是硬件 那么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软硬件的功能划分 也就是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软硬件的交界面啊 软硬件的交界面 这个软硬件的交界面呢 上面是软件 下面是硬件啊 下面是硬件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或者说这个软硬件的交界面呢 它正好介于操作系统和硬件啊 和这个机器语言之间的啊 机器语言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交界面啊 它就做这样一个层次的划分 就是软硬件交界面之上直接是操作系统 往下呢 就是我们的机器语言级啊 机器语言级 所以呢 这一块呢 我们请大家呢 把这个层次结构的一个重点 就是它的软硬件的交界面 就一定要把它搞清楚啊 上面的是软件 下面是硬件 那么在这个层次结构里呢 我们对这个层次结构中所描述的每一集呢 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解释啊 这个呢 大家可以下去呢 自己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里谈到的机器语言级呢 是通过二进制语言啊 来书写的 它是那个 就是计算机中一种必不可少的啊 就必不可少的一种语言啊 机器语言是二进制来书写的计算机的语言 还有一种呢 就是汇编语言级啊 这个呢 是用这个符号表示的机器语言 也就是把机器语言这种零跟腰的代码 人们记起来呢 非常不方便 那我们就把这种零跟腰的代码呢 把它用一个符号来表示 所以呢 机器语言的简单符号的表示呢 就是我们这里谈到的汇编啊 汇编语言级啊 另外一个呢 就是操作系统啊 我们谈到这个 在学习操作系统这个课程里呢 我们谈到了这个操作系统 它是管理计算机系统的系统软件 那么还有呢 就是操作系统 它的若干命令呢 又可以把它视作为机器语言指令功能的一个扩充啊 机器语言指令的一个功能扩充 再一个呢 就是操作系统 现在呢 已经发展成为都是用高级语言编写的 比如说我们典型的这个UNICS操作系统 那么它就是用C语言的来写的啊 C语言来写的 那么操作系统呢 虽然说现在已经发展成为用高级语言来编写了 但是它属于这个就是属于那个高级语言 但是呢 就是它仍然呢 呃 服务于这个呃 有这个服务于高级语言和汇编语言等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啊 呃 最终呢 还是需要用这个机器语言啊 或者是为指令的程序 来解释执行的啊 所以呢 它有很多就是我们刚才谈到 虽然你用高级语言来写了 但是这些用高级语言和汇编语言所实现的这些基本功能呢 最终呢 还是要用机器语言或者是为指令程序来把它解释啊 或者是执行的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说它最终还是离不开这个机器语言啊 机器语言这一块 那么我们在这个层次结构里谈到的虚拟机呢 是指以软件为主实现的机器啊 这个虚拟机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 它应当有一个核心硬件做支持 那我们既然知道它是一个以软件为主实现的机器呢 那么光有软件 那么这个软件是所实现的机器呢 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 所以它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硬件作为支撑啊 作为支撑 但是它的功能呢 可以通过发展软件呢 来不断完善啊 不断完善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它的实际机器 那么这个比较容易理解 是通过硬件和固件啊 来实现的这个机器 那么所谓固件呢 是把这个微程序呢 固化在器件上的这种硬件啊 就这种的主要是为了加快速度啊 运行速度的 那么前面我们讨论了计算机系统的组成啊 计算机系统的组成和它的层次结构 那么对系统结构来讲啊 计算机系统结构来讲 到底怎样去定义它啊 到底怎样去定义它啊 它具有哪些属性啊 计算机系统具有哪些属性 那我们呢 呃 对计算机系统结构来讲呢 应当说呢 给它的定义呢 是比较多的 换句话说呢 它还没有一个唯一确定的 对系统结构的一个定义啊 那通常讲呢 我们说啊 一个计算机系统啊 可以看成是由若干机器级组成的 从低级的硬件直到高层的应用程序级 在每一级上都可以定义一个系统结构 而传统的讲 计算机系统结构是指 处在软件硬件之间界面的描述 它反映了计算机系统的外特性 啊计算机系统的外特性 那么根据我们前面对系统结构的一个简单的 描述 那么我们这里呢 给出了第一个关于计算机系统的定义啊 这个定义呢 是在1964年 这个阿姆德在推出这个 这个IBM360系列计算机的时候呢 提出来的 那么这个对计算机系统的定义是说呢 计算机的系统结构 它是程序员所看到的计算机系统的属性 包括概念的结构和它的功能特性 是对计算机系统中各机器级之间界面的划分和定义 以及对各级界面上下进行功能分配 各级都有它自己的系统结构 所以呢 这个概念呢 或者说这个定义呢 它侧重于这个界面的划分和定义啊 它是说是程序员所看到的计算机的属性啊 这个请大家注意啊 这句话的重点就在于系统结构呢 它是程序员所看到的计算机系统的属性啊 计算机系统的属性 但是呢 在这个概念里面 我们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这个程序员呢 我们说它没有特质 是我们的高级语言程序员呢 还是叫做汇编语言的程序员 因为对一个计算机系统结构的程序员来讲 高级语言所看到的计算机的属性和汇编语言的程序员所看到的计算机的属性呢 它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 或者说他们所看到的计算机系统的计算机系统的各种属性呢 它们的区别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说对程序员的定义和划分呢 应当有进一步更加明确的说明 进一步和更加明确的说明 第二个定义 这个定义呢 对计算机系统结构来讲呢 它说是主要研究软硬件功能分配和对软硬件界面的确定 那么因为从这个软硬件功能划分和它的软硬件界面的这个确定来讲呢 实际上我们说呢 计算机系统它是由软硬件和固件组成的啊 固件组成的 它们在功能上是完全等同的啊 就是说这个功能是软硬件和硬件的功能呢 是等同的 这个等同的概念讲啊 我们请大家体会这样一个思想 软硬件所完成的功能是可以等同的 就是说你也就下面我们谈到这这这样一句话 就是同一种功能你可以用软件来实现 也同样可以用硬件或者是固件来实现啊 硬件和固件来实现 从功能上讲这两者呢是完全一样的啊 完全一样的就是机可以用硬件可以用软件实现 但是他们两者呢实现了以后呢 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啊 呃有一点就是这个软硬件的不同组成了在性能和价格上是不同的 嗯 还有一点我们也请大家去体会啊 这个思想这个思想就是说对于系统结构来讲 虽然系计算机系统有软件硬件 固件来组成在功能上是等同的 那是不是说软件可以完成的功能 刚才我们讲了可以用硬件或固件啊 来实现啊 同样的道理啊 但是呢有一些东西呢我们说如果一个计算机系统完全有软件来实现是否可行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建立的计算机系统就变成了一个完全的一个虚拟机 那么我们说这种呢要请大家体会它的核心硬件啊 仍然是不可以少的啊 核心硬件还是不可以少的 我们这个课程呢对计算机系统呢我们做这样一个定义啊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体会的呢 计算机系统结构啊 有些课程呢也把它称为叫计算机的体系结构 我们这里指呢 主要是重点指出汇编语言程序员所看到的计算机属性 及软硬件的一个交界面啊 及软硬件的交界面 这个交界面呢是机器语言 汇编语言或者是编译程序的设计者所看到的 机器物理系统的一个抽象啊 这是我们对这个计算机系统结构的一个定义啊 是汇编语言程序员所看到的计算机的属性 那么有一点我们提醒大家就是 在我们这个课程中呢 刚才我们讲它是跟其他多门课程的一个学科的一个交叉啊 有交叉 因此呢在我们课程中呢 我们越来越多的会看到 计算机的系统结构 计算机的组成 计算机实现之间这个界线呢 变得越来越模糊 越来越模糊呢 那就说明我们已经不太好把它分清楚了 那么即使不能分清楚啊 不是那么明显的分清楚 但是我们仍然要把它们的界线呢 把它定义清楚 这里呢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越来越模糊的啊 三个层次一个呢叫做计算机的实现 那么它呢主要是重点研究呢 做系统设计时完成以后呢 我们说啊 我们说有一个器件的选择 它的机械 它的封装 它的印制板 机箱 电源的冷却设计 啊 那么这块呢主要是指计算机实现所完成的功能 还有一个呢就是计算机的组成 这个呢主要是指为计算机呢 做这个逻辑设计 那么计算机系统结构 主要完成叫做外特性的设计 那么因此这三个层次啊 我们看到的这三个层次 我们说界线模糊 从另一个角度去体会 这个系统结构呢 主要完成这个叫做外特性的设计 也就是说你把这个设计一个计算机系统 确定了它的软件和硬件的基本功能啊 就是这个根据它的系统功能的划分 哪些有软件 哪些硬件来做啊 软件有哪一些 硬件有哪一些 那么把这些外特性的设计完成以后呢 具体的逻辑设计 就落到了计算机组成啊 计算机组成来完成啊 逻辑设计 等这个逻辑设计具体的做好以后啊 那么怎么样去选择这个每一个逻辑部件中间所使用的器件啊 那么这块呢是由计算机实现来完成的 也就是说在计算机实现里面 我们根据组成所提供的各种逻辑设计去做机器件的选择 去做它的机械的封装的印制板的这样的一些机箱的电源的一些冷却设计等等啊 所以呢 这三个层次呢 呃我们说是比较明显的啊 比较明显的啊 比较明显 所以系统结构呢 主要去研究或者说设计计算机的外特性 那么组成呢 就根据这些外特性的设计呢 来完成具体的逻辑设计 那么有了这些逻辑设计以外呢 啊以后呢我们说在做计算机实现的时候呢 就根据这些逻辑设计呢 来做那个器件选择啊 等等这样的一些机械的封装的等等这样的一些具体的工作啊 这是我们指的三个层次啊 三个层次 所以我们说这门课程呢 是一个多门学课的一个交叉啊 多门学课的一个交叉课程 计算机系统的啊 计算机系统结构的一个研究范围啊 我们说呢 一个啊 它的这个研究范围 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外特性啊 我们说呢 主要是指它的指令系统啊 指令系统 它的数据表示 它的寻取方式 还有它的寄存器集啊 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就是你怎么样去设计这个指令系统 嗯 是一个功能和啊 就是它的功能和它的具体的规模有多大的这样一个指令系统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复杂指令系统计算机复杂指令系统 还是叫做简化指令系统啊 它的数据表示 是支持定点 辅点啊 还是支持其他的一些高级的数据表示等啊 这是计算机的这个外特性 还有呢 就是它的界面设计啊 确定它的硬件功能啊 确定它的硬件功能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它的新型的系统结构设计 那么这个呢 主要是指我们今后将要发展的啊 或者说正在逐步发展的这个定型性啊 计算机的这个定型性 它的数据流推理机和神经网络计算机啊 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们的对系统结构来讲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我们在系统结构的设计过程中呢 始终要考虑到一个叫做性能成本的评价 也就是这个计算机系统 它的运算速度 它的这个存储容量 它的这个IO的带宽啊 这是我们在做系统结构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的啊 或者说要重点考虑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那么我们这里谈到计算机的系统结构 它的外外特性啊 包括哪些东西呢 我们这里做了一个啊 做了一个给大家做了一个幻灯片里面 做了一个这个啊 各种外特性的一个一个显示啊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它的指令系统啊 刚才我们谈到在研究范围里我们已经谈到了 这个指令系统呢 作为计算机的外特性来讲呢 它主要反映机器指令的类型和它的形式啊 指令之间的排序和它的控制机构 所以呢 这个指令系统呢 在我们计算机系统的外特性中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或者说是一个比较突出的这样一个典型的外特性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计算机系统的数据表示 这个数据表示呢 因为对计算机来讲 数据表示是一个硬件 直接执行和处理的这个数据类型啊 所以呢 我们说一个数据表示反映了 对计算机硬件来讲 哪些是能够直接识别和哪些是能够直接处理的数据类型啊 包括它的指令形式 这个就是数据表示 在系统结构中作为计算机系统的外特性呢 所反映的一些东西 再一个呢 就是这个操作数的寻止方式啊 操作数的寻止方式 那么这个操作数的寻止方式呢 我们说 一个最简单的 我们大家都学过那个计算机的汇编语言程序设计 是吧 那么在汇编语言程序设计里面 我们体会最深的就是啊 基计算机的指令系统 在介绍它的寻止方式的时候啊 在介绍操作数的寻止方式的时候 我们说寻止方式灵活多变啊 寻止方式的丰富 那么使我们这个指令系统呢 它的表现呢 可以更加灵活 可以非常的灵活啊 这个对这个计算机的这个操作数的寻止方式来讲 那么灵活的这个寻止方式呢 可以增强我们操作系统的啊 可以增强我们这个操作系统中指令系统的丰富功能啊 所以我们说它呢 反映了系统能够寻止的这个最小的单位寻止方式和它的表示形式 那么计存器的构成啊 计存器的构成 那么一个一个计算机系统设计了这个计算机的构成以后呢 比如说它的通用计存器和它的专用计存器啊 设计了以后呢 我们说就反映出它可以去怎样去啊 有更多的通用计存器啊 那我们说呢 对于我们啊 计算机系统的运行速度啊啊 和它的这个访问呢 可以加快更高的可以提高它的访问速度 还有呢 就是啊 我们对存储器 对这个寄存器呢啊 啊 它的构成定义呢 我们说它定义了以后呢 怎样去定的怎样去使用啊 怎样去使用这些通用和专用的寄存器呢 我们说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你通过定义呢 我们说这个下面的逻辑设计呢 就可以比较容易的来实现它啊 一个是你要设计多少通用寄存器和专用寄存器啊 还有呢 这些通用寄存器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再一个呢 这些通用和专用寄存器的使用形式是什么样的 那么主要你设计了这样一些外特性以后呢 就可以强化啊 就可以强化我们对这个计算机啊 计算机的这个组成这块呢 下面可以对它的逻辑实现呢 就可以做得比较好 中断系统 那么这个呢 主要是表示它的中断的类型 它的分级和中断响应 它的硬件功能以及一些例外的条件啊 可以表示中断的类型啊 这个关于中断系统呢 我们在那个计算机的组成原理 这样的一门课程中呢 已经有过介绍啊 后面呢 我们也会专门有一张呢对这个IO呢做介绍的有一张 专门的IO的一个那个IO的这个处理呢有一张专门的一个章节啊 再一个呢就是它的存储体系和管理 那这个呢 主要包括主存啊 包括它的主存储器 它的编织方式 最大的可编织空间啊 这个这些呢 我们在操作系统里学过 但是就我们系统结构的内容呢 我们说这块呢也是我们重点研究的 而且关于存储体系呢 我们也有专门的一个章节来重点讨论啊 专门一个章节来重点讨论啊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系统结构的第六个外特性啊 第六个外特性 还有就是IO的结构 那么这个呢 主要是包括IO设备的连接方式 处理机 存储器 跟IO设备之间的数据的传送方式和它的格式啊 它传递的数据量和传递操作结束的表示 以及它的出错提示 那么在在在有呢 就是机器的工作状态的定义和切换 还有它的信息保护 那么这些呢 就是我们在讨论 计算机系统结构的外特性呢 主要包括的几个方面啊 主要包括的几个方面 我们在研究系统结构的 这时候啊 研究计算机的系统结构 那么我们说呢 它的重点啊 研究计算机系统结构的重点 是它的软硬件的界面啊 是软硬件的界面 这是它的重点 那么这个软硬件的界面的研究呢 我们说主要的 做对于计算机系统的设计师啊 对计算机系统的设计师来讲 那么你在分析和设计 这个计算机系统的结构的时候 那你就要合理的研究 哪一些功能应当是硬件来实现 或者叫给予支持的 哪些功能呢 应当通过软件来实现的 那么所以我们把这个软硬件 功能的确定啊 软硬件的界面的划分呢 作为我们系统结构研究的重点 那么我们设计计算机系统结构的时候啊 我们说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啊 或者说我们始终要贯彻的一个中指 就是要提高计算机系统的性能价格比 这是我们在设计计算机系统结构的时候啊 一个唯一确定的一个目的或者是一个中指吧 就是我们始终要本着提高计算机系统的性能价格比 这样的一个啊 这样的一个目的来完成对计算机系统的设计和研究啊 所以这个地方是贯穿我们整个计算机系统结构的啊 就是要提高计算机系统的性能价格比啊 提高计算机系统的性能价格比 下面我们讨论一下计算机系统的分类方法 那么这个呢 各种分类的方法呢 对大家来讲有一些传统的分类方法呢 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啊 那么传统的分类方法呢 我们提一下啊 我们重点讨论一下 在我们系统结构里面对计算机系统的划分的方法 那么我们过去在很多计算机课程中呢 重点讨论的计算机的分类呢 主要是按照年代进行划分的啊 这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它是通过这个按年代来划分了 主要是通过对计算机所采用的电子器件啊 来作为标志的这样的一些计算机的划分啊 那比如说我们第一代呢 是从45年到1954年 采用的电子元器件的主要是电子管啊 那么这一代计算机呢 我们有一个比较典型的 就是我们又应该有一些典型的代表的机器 比如说啊 安尼亚克 这个IBM在53年的IBM701 那么这些呢 都是称之为这个第一代计算机的一个典型代表啊 典型代表 所以我们是有典型样机作为第一代的产品的啊 第一代产品 第二代是在1955年到1964年的 那么这个呢 主要采用这个分离式的晶体管啊 它的代表的机器呢 或者代表的计算机系统呢 是IBM7030啊 这一些呢 我们大家在以前的课程中呢 都介绍过 我们就简单谈一下 第三代 那么这个呢 是1965到1974年啊 这个这个这个时间段的 那么主要是采用小规模和中小规模的集成电路的啊 设计的 那么它也有一些典型的代表啊 它的代表性产品呢 就是IBM的360370系列啊 还有这个数字设备公司的TDP8系列啊 这是它的第三代计算机的典型代表 第四代是1974到1991年 那么采用这个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半导体存储器啊 来设计的 那么它的这个典型的代表呢 就是啊 VAX9000啊 就还有这个快XMP 还有IBM的3090VF的啊 这是我们第四代计算机的典型样机啊 典型样机 那么在我们传统的计算机设计计算机系统分类的时候呢 主要就介绍了这样的四代的计算机 也就是说到91年啊 到91年我们说呢 四代计算机呢 就从70年以后已经发展的非常成熟了 很多教科书呢 在这个地方呢 就谈到了 70年以后我们都把它列入为第四代计算机啊 第四代计算机 这前面的四代计算机呢 应当说是比较典型的这个 这个冯诺依曼体系的计算机啊 冯诺依曼体系的计算机 那么现在呢 我们说呢 从91年到今天 应当说呢 我们是采用这个超大规模工艺完成的 这个更加就是更加完善的高密度高速度处理机和存储器的这样的一些芯片来构成的计算机系统 那么这个第五代计算机呢 它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 它能够进行大规模并行处理 采用可扩展的和允许食盐的系统结构 那么它这个地方也有一些代表性的产品啊 比如说富士通的VPP500啊 还有这个善公司的一万服务器等等啊 这样的一些计算机系统 作为第五代计算机的这个典型代表 那么我们说它的这个特点就是按时间和构成的元器件来进行 按照构成的元器件来划分呢 我们就采用这个按年代来划分 那每一代计算机呢 都有它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啊 代表的这样的一个机型来作为这一代计算机的这样的一个典型的产品啊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啊 大家休息一会儿 我们再接着讲 我们再对一起用这个典型的抢 internally 我们再分析一下 一个检查找 Shane